VTuber都會有這個韓文 我們都會在便室裡面 拿一支相機的資訊 興奮 對 因為我們有特別來賓 現在剛為我們這個韓奈 我們這個內賣 來賣國際機場 剛才坐公車過來 讓我還在大國小的館 剛才在裡面而已 對 我們待會兒跟你們繼續分享 嗨 大家好 我是得告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一下 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說 在越南駐旅館 我們先不討論Airbnb 我們光講booking.com 能夠訂得到的 我這兩個月就是靠booking.com活下去的 到底能不能付現金 還是能不能刷卡 到底會不會被放鳥 我們現在就來分享 我直接跟你揭曉 明天三個人 我是我的得告 哈哈哈哈 我們現在做一個紀念 這是GoPro版本的 我們這個房間看到的 比較大跟相機看到的 沒有什麼樣的 我們看來說 鬆開的 現在 還有一個紀念要在充電 齁 也可以充電 我們知道說真的 價值得了 我想到的這個東西 現在有充電要說其他的事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講 我們先開個玩笑 直接公告 直接公告出來 什麼意思咧 絕對可以刷卡 絕對可以刷卡 不會被放鳥 你可以現賬扣款 你可以零貴刷卡 你也可以零貴給現金 會發生什麼事情 甚至很多旅館還會印上單子出來 跟你說 我們今晚的消費是多少 你確定過 價格跟booking上面是一樣的 老師你來個計算機按一按 確定之後再付款 再入住 就是那麼安心 當然你還是要準備一下 你代表那個護照跟簽證 VTuber都會有這行 都會在便宋裡面 拿一支相機 現在說給你 興興 對 我們有特別來賓 就是我們今年 7月份 8月份限定的 Limited Limited 好 不錯 我現在就是要跟他 今天這張照片 很標準 漂亮 嗚 在這張照片中紅的這種 不錯 這不是說有 不用有的 洗頭的 洗身褲的 這讓你洗身褲的 請認識不用 要再護照 他們就要做登記用 就像台灣很多旅館入住之前 你也需要先給他看一下 身份證要登記一下之類的 再來付款 就那麼簡單講完了 等一下我們會穿插一些 那個Hotel入住的影片啊 那個房間裡面的狀況之類的 大概幾百塊錢 可以住到什麼樣的旅館 我們再來做一個分享這樣子 好 我們現在 在第一間房間裡面 我們現在變成全台列車了 方式這樣 來 清水 來 清水 來 清水 跟我說這間爐什麼 怎樣 這差不多三個人吃 一人吃 十八塊 十塊米金左右 我只能說這個 洗臉飛上阿沙流 尤其是一條是 比較文明的 就是說現在 在第一店 阿沙流放著 這是不用飛的 不像以前還要跟你說 待會要跟你說盤阿沙流 你還要喝一罐 待會兒 多喝酒 放冰箱裡面 現在是沒問題的 所以你要買沙流 自己冰 你就處理 它就不會把我餐了 其他 沒有必要的 那種東西 來 高位 高位 Vladimir 我們這裡 有蜜肺 我有蜜肺 沒有蜜肺是雞的 這是不夠 這有蜜肺 對啊 沒說 它不夠 我放到錢給你用 沒關係 請注意 請注意 我很怕他在那裡 在那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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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夠 冰火的鮮湯 那不是一種泰國鮮湯 那是水準 不錯 喔 很清 淡火的很快 不錯 好清嗎 那個冷冷的 不錯了啦 我這扁兆狂 我有一個扁兆狂的 你幫我家裡嗎 沒有吧 沒有 這扁兆狂的 臺灣大的還要漂亮 喔 來 VTuber都要有這項目 都要在便室裡面 拿一支相機 這面的 平相 耶 有特別來賓 這是我們 今年 7月份 8月份 限定的 LIMIT LIMITED 好 不錯 我現在在那裡 跟他吃進去 這個狂窮 喔 漂亮 喔 裡面用酒頭 這個狂窮 不錯 這不是狂窮啦 不用有這個 洗頭 洗身窮 這給你洗身窮 這給你洗身窮 好 現在要準備 待會兒吃中午的事情 好 我們看著說炒頭 哪有好嗎 沒有炒頭 炒頭 很方便 很方便 這就是什麼 喔 哎喲 現在進去不見了 對 對 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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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起來了 哦 哦 這裡還有炒頭 哦 阿沙里 讚讚讚 漂亮 好 來 我們等一下 see you later 喔 看電話 see you later 要休息一下 現在 剛才我們這個 哈奈 我們這個 內壞 來壞 國際金條 剛才坐公車過來 還有大陸 大陸 大陸 剛才在裡面 對 我們等一下跟他 繼續分享 所以那個 我覺得真的很快樂 我覺得反而是那個洗衣服服務 如果你不是自己 像我們三個 家人三個人 需要送洗 因為人比較多這樣子 而且那個時候夏天去 天氣很熱 所以每天一定要換洗衣服 這個情況的話 換洗衣服 會是一個 差別比較大的地方 而且他不像台灣日本 有那麼多的洗衣店 像剛剛那個時候 我去綠島旅行的時候 就 洗衣店自己去投幣 去洗衣服 去烘乾之類的事情 這樣 台灣這件事真的很方便 如果你沒有去國外旅行過 可能 不太清楚這件事 但是至少在越南 在河內 他沒有那麼容易找到洗衣店 你可能都要透過飯店的旅館 去做這個送洗的服務 他們就會有一些合作廠商 或是他裡面有這個洗衣服 他沒有那個自助式的 都 我剛好沒有遇到 有自助式服務的 這些飯店 Hotel 這樣子 所以這個 洗衣服可能會是一個 差別比較大的地方 但是 大部分的情況下 都是蠻容易的 我們現在來第二間了 還是 也一樣 有這個乾濕分離 這是便室 一樣 有這個Hail Drive 這個大概一個 我們準備 待會兒要去拿一個行程 現在沒做的時候 有一個紀錄 一顆一顆 有一個很漂亮的 一個Coffee Cup 這樣 那是沒有遇到的 那是剛才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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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遇過 很貴的洗衣服 我記得最便宜的 最便宜的 每公斤 兩萬多月幣 等於每公斤 衣服 三十塊新台幣左右 那你就可以放輕洗了 大概有時候 早上送 有下午回來或隔店回來 所以通常你留一天多的時間 會比較保險一點 我是沒有遇過兩天的 但如果運氣真的很差 可能兩天才會回來 我是沒有遇到 所以先來做這個分享 這樣子 好熱喔 我還在努力當中 募資 群眾募資 讓這間房間裝空調 因為上一台空調 預算拿去裝我妹的房間 我是很驕傲 因為給他一個舒服的環境 可以來畫畫 來創作跟這個 睡覺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可以忍一下 所以我繼續努力 來拍YouTube影片 現在有一天可以趕快收錢 可以收多一點錢 來這間房間裝個冷氣 這樣子 但是 為什麼要穿這樣子 不是為了騙大家說 假裝很專業 不是 是因為我覺得穿家很爽 穿家會讓我有自信 穿家會讓我心情好 可以來好好的拍影片分享 Why not 對不對 人生很多事就是這樣子 你做你喜歡的選擇 你做你快樂的選擇 就對了 包含去越南玩 所以去年這個經驗就是 因為一開始我真的很緊張 為什麼我都很緊張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事情怕都不是怕預定的 你可以在台灣先刷卡 有任何問題 哪怕你被倒刷 前陣子我真的遇過被倒刷的事情 打客服電話去馬上取消 也不是取消 去處理這個凍結 這個爭議款 在台灣很方便 有時候你不覺得台灣很方便 你出國去你就會知道了 大概是這種感覺 你在台灣國內 你看你可以提款什麼之類 而且甚至你看不用手續費 這手續費很便宜 又公開透明 這件事情真的很難得 在國外相信我 你去查停管機的時候 你手會發抖 哈哈哈哈 我這個以一般民眾來講 如果你在台灣 那邊是外派的台灣 台商的幹部之類 那個就沒什麼好講 因為你是專業級 在那邊生活 甚至在那邊工作 那個就不一樣了 那沒什麼好討論的 討論是我們大部分 遊客觀光客 甚至回家去探親 這一些的挑戰這樣子 我們也先不用討論什麼 如果從台灣這邊 來跟越南人換會 然後回越南去領什麼之類 先不提這些比較高難度的操作 光提我們可以自食其力 也不是每個人都有認識越南朋友 也不是每個人都有信任的越南朋友 所以如果你用這些管道去換會 那難度就會高一點點 而且不是對每個人來說是適用 所以我必須先試一下 所有人都通用的方案 我再來跟各位分享 這就是我的經驗 所以在越南你可以一刷卡 刷卡大部分的店可以刷卡 路邊攤小吃 有些可能比較困難 現金 除此之外大部分都可以刷卡解決 可以刷卡解決 說國際手續費 這個就公開透明 沒什麼好那個 不會說你什麼刷一刷 100% 50%不會有這種事情 大概3%5%還多少 我忘記 櫃台 專業的櫃台 都會跟你再說明一次說 現金跟刷卡的差別 這件事情我讓我很感動 因為我一直怕說 回去被共攀那 也不是去越南旅行的問題 你去每個地方你都會擔心這件事 在台灣你也會怕 好不好 當然我們還是遇過 難免都遇到有那個 踩雷的有災情的 什麼可能 釘一釘被放鳥啊 釘一釘被放鴿子 突然去找別家旅館 或是 進去之後環境很髒很亂之類 很生氣的 再去換別家旅館之類的 都有聽說過 但我這次去兩個月 還好沒有發生過類似的事情 所以我可以來跟各位做這個分享 這樣子 你在櫃檯那邊 你就可以選擇 你要刷卡 附線 或是你前一天已經在booking.com 我有試過這件事情 你之前在訂的時候 你已經在booking.com上面 付完款了 我沒有遇過一家 敢給我在那邊亂來 說什麼 啊沒收到錢啊 我們系統上沒有資料 沒有登錄這種鳥事情 沒有 沒有半家 所以這次坦白講 兩個月越南旅行的經驗 這個感受上還蠻棒的 天經第一次 我又不是沒花錢 我也不是沒有付錢 也不是沒有訂金或付款 我都有付 你給我供派拉 供到時候 你沒有收到 這對嗎 當然我們聽過一些這樣的災情 所以我們難免會害怕 而且你帶著家人一起旅行 你不能說發生這種事情 然後當下讓人家櫃檯 好不好 除了生氣之外 你還得尋找別的辦法 還好都沒有讓我 有必要去做這件事 所以真的非常的快樂 所以呢 這次去月亮旅行 還算是蠻快樂的 你看 你可以在櫃檯付款 甚至我還試過跟櫃檯詢問說 附近有沒有好吃的餐廳 還真的問得到 我真的很快樂嘛 對不對 而且那一家餐廳 跟我一個好朋友介紹的一樣 他真的很快樂這樣子 真的這一次金的 新的真的很好 除了極少數 我要強調極少數的計程車司機 給我供派拉 真的很煩 他真的沒有要管你 會不會講越南話 他也沒有要管你什麼 有沒有訂車什麼之類 我還看過ABG付款的 什麼意思 你用轎軟體 去叫某個計程車司機 結果他真的有那隻手機 真的是你的號碼 跟你的訂單 他叫你取消 可能好像聽說有什麼 可能公司會給他賠償之類的 然後你再直接付現金 給他付一樣的價格 這到底什麼 就卡一個Bug 不對啦 不要這樣子的 丟越南的臉 這種人台灣我沒有遇過 那台灣那個計程車司機 共派拉我已經不勝其署 我真的很生氣這件事情 極少數的老鼠屎 會給你共派拉 會給你繞路 那些有的沒有的事情 極少數的人 我要強調這件事情 極少數 但真的很丟一個國家的顏面 如果不管你是國人 台灣人 或是你是觀光客 越南這邊都顛倒過來 不管你是越南人還是你非越南人 我真的很討厭這些共派拉 很少但還是有遇到 意思是什麼 90%的消費的這個體驗是優良的 當然這個旅館方面是100% 至少沒遇過什麼很可怕的 這些旅館這樣子 旅館有什麼備品 旅館的環境長什麼樣子 大概會有什麼樣的環境等等的 冷氣我是沒遇過不良的 遇過一家而已 整個都兩個月遇過一家還好啦 但還是會遇到 大概是之類的情況這樣子 這次其實我應該要住高級一點 沒想到說那個是我們花得起的範圍 也有很高級的飯店 但是我們就沒做這個花費這樣子 今天就簡單來說這個 其實每一篇都是心得總級篇 因為我不會單一集只說 能不能刷卡結束 那個做成短片 做成short剛好 但是既然你都點進來看了 我希望各位一集裡面 盡可能提供各位朋友 一些實用的內容 不管是搭車 旅館 最重要的嘛 換錢領錢之類的 先解決這些民生基本的這個需求 反而訂機票我覺得比較簡單 因為機票你直接跟航空公司交易 你直接很多App什麼 直接可以訂公司 反而是旅館 因為你機票你不會每天飛一次 好不好你去一個地方 可能就算你很常飛 可能過個五天一個禮拜 你才飛另外一個城市 或是像你去日本 你可能就搭新幹線搭其他 這個就不一定會搭飛機 但是在越南 甚至在日本也是啊 旅館這個是生活必備需求 你不可能兩天住一次旅館吧 一天露宿街頭之類的吧 幾乎每天都會用到 所以能夠解決的話 會是非常理想的事情 感謝大家的收穫 再會希望今天影片 對你來說有一些幫助 這樣子 如果你喜歡的話 歡迎幫我按讚訂閱留言分享 你就會看到更多 相關類似的影片 如果你有在想看的內容 任何好奇的內容 歡迎留言跟我交流 這樣請多指教不用客氣 感謝大家的收穫 再會拜拜 拜拜